就在昨天傍晚6点钟 捷克这位准总统和蔡英文总统通话 进行一个15分钟的电话会议 就在昨天6点的时候 捷克准总统帕维尔在会议中提到 电话中提到 台湾是可信赖的伙伴 捷克坚定站在民主体制的同一边 支持台湾维持具有活力的民主制度 不受威权主义胁迫 也会加强与台湾的发展 各面向的合作关系 希望未来能够和蔡总统会晤 那蔡英文总统也提到 台捷双边互动密切良好 积极推进在经贸投资科技 以及观光旅游各种领域的合作 希望和捷克深化在半导体 和科技人才培育 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来鼓励台湾企业以捷克作为 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基地 深化经贸交流 那我们看看国际媒体 怎么样评价这件事情 好 那先来看到路透社 路透社呢用非比寻常来形容 说因为台捷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 外交关系 所以这是一项外交突破 那么意想不到的北京 有可能呢 这项意想不到的外交成功 会激怒北京 那NHK呢也提到了 捷克和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 和台湾是没有的 所以准捷克总统和台湾电话会谈是非常不寻常 好 由于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以及未能够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 所以NHK下了一个结论也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疏远有加深的趋势 捷克总统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跟蔡英文总统15分钟的电话热线 一个电话会议 那我先请教这个蔡委员 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何在 那当然你说 嗯 是要跟捷克要跟台湾建交啊 没有啊捷克还是恪守一中原则啊 我来说几个有趣的事情啊 现在的捷克总统是他吗 不是 他是还没就任 第二个呢 因为以前川普还没就论的跟蔡英文通过电话 来了啊我等一会就要讲2016年嘛川菜热线嘛 所以美国总统没有就论的都可以讲 为什么捷克总统没有就论不能讲 而且美国总统是实权的总统 因为美国实施总统制 捷克是实施内阁制 捷克的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 等于是国会议长 这种身份而已 所以捷克总统在捷克的政治政坛上 只是礼仪性的 他没有权利迎往送来 用蔡英文讲法就是 他的批评卢修认说什么 说哎呀那个市长妈妈是送往迎来 他应该批评这个波威尔说 你不过就是送往迎来的角色啊 对不对 完全没有实权 那第三个我要提醒蔡英文 这个波威尔什么出身啊 他是捷克共产党出身的 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 那后来捷克的共产党倒台了以后 他本身是捷克共产党的党员不说 是党干部不说还是军人 标准的红军 一个前共产党员打电话给你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又不懂你不晓得他底细啊 你看那一副啊 然后就是因为共产党倒台了以后 他从军队里面爬爬爬出来 后来呢被派去当什么 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因为北约不是轮流吗 大会轮流的什么北约这些各委员会都轮流 他曾经干过北约的军事委员主席 因为这个身份 所以被他选来当总统 现在不是北约当道吗 是这个原因 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有什么了不起 那我不晓得 这个蔡英文跟他通话 有什么特别的光彩 是台湾老百姓比较 不了解捷克的状况 所以就把他捧得高高了 哇捷克的准总统 准总统就不是总统 因为还没上任 准总统的背景是 是共产党 所以蔡英文告诉我们说 哎呀只要改邪归正 共产党都可以来往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 中国共产党来往呢 多的是嘛是不是 有啊 我们有跟他们 共同祭拜烈士 祭拜同一批人 祭拜同一批 这白色恐怖那批人 那些都是共产党员 百分之百共产党的党员 那所以我不得不开探 这种大内宣 就像一层薄薄的纸 一戳就破 而且当时他在 被选为这个 总统国会在投票的时候 最大的争论是反对党说 一是共产党 是这样子啊 所以是稍微的差距过关了 就有点像那个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不过没有像麦卡锡那么惨啦 连投14票才过关 因为他们只要相对多数 就可以当选 那不是要绝对多数 要过半 没有 那因为他现在是 执政党的人嘛 所以执政党的国会多数 内阁制的 那个总理就提名他 所以他的位阶比总理还低 所以第一个 他不是正式的总统 第二个他没有 没有正式 完全没有政治权利 第三个是在捷克政坛 那了备一格的人物 第四个他是捷克的 共产党的党干部出身的 捷克红军出身的人 那什么这个 蔡英文招降纳畔 就已经招降到捷克去了嘛 所以我就很搞笑 这个有什么好光中耀族呢 我不晓得 这个一方兄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 好光中耀族了吗 好像他是一个民主斗士 我跟你讲 捷克反俄罗斯是真的 你说有反共产党是假的 因为捷克现在政坛上 一票的人 几乎都是以前的共产党 他直接改名挂名 叫什么公民民主党啊 什么很好笑 对还是共产党啊 那只是他们在亲媒 跟亲疏之间 有一点的那个变化 就要早年咱们对岸的朋友 以前也是亲疏 后来反疏 但还是中国共产党 后来亲媒 我跟你讲 从尼克森开始在一段时间 一直到欧巴马 中国共产党不亲媒吗 哎呀亲到都打台湾耳光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共产党就不亲媒 也不要以为共产党就一定反美 那倒不一定啦 都是世界形势在变化 为各自给国家的利益 他现在POWER在干什么 简单嘛 台湾的外交工作 真的很有功劳 懂得 因为这假如贪污也有记录的 懂得走后门 只是蔡英文送的红包 应该也不小了啦 恭喜蔡英文啊 懂得送红包 但记得要送红包给台湾老百姓 我主张说要送一万块 周易寇也跟着呼应说要送一万块 你会偏偏赶成 砍成六千块 你如果送这个钱给这个POWER 你敢砍六成吗 日本一直喊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是真的这个样子吗 来看到这个是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共军要先炸琉球群岛吗 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首度曝光的这一份 冲绳逃难计划 主要是因应中国的海上霸权行为 日本政府假定 琉球群岛遭受台湾有事波及 因为台湾有事遭受到共军进攻 所以首度公布了冲绳离岛居民 但12万人的避难的完整计划 看一下 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吗 日本有事就是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有事怎么办 有事就赶快跑啊 那不然怎么办 你还以为什么有事 对他们一直在 对有事然后他就往台湾这边 然后大力支援嘛 当然不是啊 所以这都异想一要钟的事情 然后刚刚先为 花了那么多时间念什么 什么发澳声明的 我也觉得很无聊 我平心而论 请大家聊天室里面的朋友 你在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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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三次 这不就是过去几年 民进党不断在吹的吗 什么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世界挺台力道 全所未有之强劲 讲这些东西 就同步都是用来掩盖 自己内政执政不利 或者是反过来说 因为这些事情 然后就可以掩盖 他们在内政上面 上下起手那些烂事不是吗 就是因为在去年选举当中 这些泡泡都已经破了 所以导致民进党大败 此时此刻他再把拿出来 把这套拿出来 你还会中招吗 你在呼吗 也许民进党的同温层里面 很在乎这些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醒了嘛 你一直跟我们讲这些 你一直跟我们讲这些 国际上面场面话 我们也听了这么多了嘛 然后你像说接什么 接什么捷克总统的电话 捷克有要跟中国大陆断交吗 没有 有要跟中华民国建交吗 也没有啊 那就像是明媒正取的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私底下打电话给小三 小三高兴的不得了啊 开心的不得了啊 他是爱我的 然后蔡英文要跳出来讲说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然后呢就是这样自得其乐嘛 所以这就没有意思了嘛 我真的不会反对中华民国 必须要自己努力发展自己的外交关系 可是你过头了 然后以为操作而操作 然后整天把那些口惠而食不至 或者是连口惠都没有的那些 自我脑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他捧上天 都给他胡吹上天 就真的很无聊 我们此时此刻在国家的内政上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去解决 要去处理的 大家还没有被骗够吗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几个月前在这边讨论 说我说抗中保台这个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的 其实正好是民进党可能原本寄望的最大力夺 就是陪洛西议长来台的时候 他来台的时候 民进党也许会觉得说 在过去两年两三年的大内宣的节奏之下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大大加分啊 坐实了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那民众又要高潮一波啊 结果殊不知 结果殊不知 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 那是去年选举结果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后来大家发现说 你的抗中保台 你只会喊抗中啊 当真的人家军演都已经开到 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什么屁事都做不了 你只会叫大家 你不要抬头看嘛 一百公里至上哪算领空啊 没看就没事啊 就只会告诉你这些 然后什么事都做不了 后来发现抗中保台这件事 根本就是个骗局 你只会嘴巴上喊抗中 你实质上你也抗不了中 那更别说你做不了保台 你嘴巴上 就什么都做不到嘛 什么都做不到 然后你只望的美国呢 陪洛西人在台湾的时候 人在台湾的时候 航空母舰在附近 人走了之后开始军演之后 航空母舰就走了 一路远洋啊 一路远洋 然后什么事情 美国也没做什么 没做了什么 然后再从前年的阿富汗 到去年的乌克兰 所有民众都已经在 都已经在思考这些事情了 你跟我们讲的 所有事情好像都不会发生 美国会停回台湾吗 不会啊 好像不会耶 真的 就是会像把台湾搞得 跟乌克兰一样啊 就像会把台湾跟 阿富汗跟乌克兰一样处理啊 然后你说这个我要抗中保台 民进党支持队守护台湾 你好像你什么也做不了啊 你甚至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更闹啊 你既然没有办法维持和平的关系 你又实际上拿不出什么样的力量来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一些泡泡都已经破了 那所以现在也许在主观上面 或是这些西方世界 基于它自己内部国内政治的需求 还是拿台湾来操作 它国内政治的杠杆 或是反正反正这也没有什么成本 就讲一些让你高兴的话 然后我们这边还是继续在维持这样的操作 但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有点像是前驴祭穷啊 搞了半天还是这个老招 你还会再配一片吗 这个议题根本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自由时报连续两天 把它写到头版来啊 但是有多少民众在意呢 我是觉得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了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